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7号 11月8号分别是木星从天蝎到射手进入火象了 11月7号 8号也是天王星从金牛逆回到牡羊的时候 所以咯 11月之后火象能量是相当的强的 所以下半年的运势又分成10月前跟11月之后 我们来看看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吧 接下来就是金牛座了 金牛座的同学2018上半年你过得如何呢 我相信所有的金牛座都觉得很受被人的牵制 或很受外界的影响 你的世界再也不是小小的世界了 你的世界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 可是这个复杂 这个牵制 它其实也是一种机会 当别人一直推动你 一直push你 你是不是就多了很多 原来我可以这样做 好吧 我试试看 然后就发现新的桃花源 发现自己表现的也还不错呢 好了 比较麻烦的是我想金牛座同学 心里应该有点闷吧 因为你会变得比以前更在乎别人的眼光 更在乎这个机会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所以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评估系统要开启 你这个CP值达人 我相信你应该会找到最对的人来帮助你咯 金牛座同学下半年运势到底如何呢 我们都知道下半年天望星已经进金牛了 所以对金牛来说是一个首当其冲的状态 你们都纷纷的见光 但是见光的方式就是让别人发现 你们真的是一个怪咖 你们自己的心态心境也会有所转变 那是一种日子照常的过 可是突然间你就是很想造反一下 亦或是生活也会跟你开个玩笑 有时候会制造一些冲突的状况给你 对你来说那都是一个改变的契机 很多金牛座万年不变 但是天望星一来你就不得不变 你也不得不接招了 但在接招的过程当中 不论愉快愉否 或者是是不是很粗暴 是不是让你突然间首当其冲 觉得不知所措 但最终它会引导你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金牛座 让你闪闪发光 所以你还是老实接招比较好 而11月之后 这个木星就会带动金牛座的财运 这个财运叫富贵险中求 所以某种程度你必须要愿意冒险才行 而且你也要对自己的某一些部分的表现是有自信的 千万不要看贬自己 这样才不会辜负这个木星带给你的好运势 此外我们一定要看一下你的守护星是金星 金星今年有一次的逆行 逆行通常会让金星在某几个位置待久一点 今年下半年守护金星在六宫跟七宫待得特别久 所以它会带给你工作上的好运 比如说你会得到比较好的工作 钱多事少离家近 亦或是在工作方面有很多很棒的同事来照顾你 或跟你互动 或者是你的工作本身带有一些艺术美感 优雅悠闲的气息 所以如果你是从事跟这个艺术美食 这种美感有关的工作 那是相当吃香的 而金星也会到了七宫 这也意味着呢 别人虽然有牵制你的嫌疑 跟你合作有牵制你的嫌疑 但是他们对你都非常的友善 某种程度是什么都有你 条件由你来开 所以在合作方面 这个能量不用就太可惜了 金星的逆行期呢 是10月6号到11月17号 这段时间算是金牛会局的比较不顺的一段时期 不过没有关系 这些不顺呢 也都算是别人在友善的氛围里面 给你的一些警醒或提醒 下半年火星也有逆行 火星逆行在金牛座的九宫跟十宫 这两个宫位呢 都待了比较久的时间 它意味着呢 其实金牛座今年罕见的蛮有事业雄心哦 也蛮想冒险 或者是做一些自己以前都没有想过会去做的事情 胆子算是变大了 而且有突然间出国的机运 以及有不错的贵人运哦 你可能被蛮大咖的公司或者是贵人看上了 只要你愿意冲我相信他们会给你机会的 而今年的水星逆行有两次 发生在七月跟十一月 它分别逆行在你的家庭公位跟八宫 这两个公位就不是很好玩了哦 首先七月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跟家人有一些言语上的误会啦 一或是你自己本身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作祟哦 有很多事情会让你有危机感 那这个八宫也是 到十一月的时候的确也有一番危机 这个是要特别当心跟别人之间的金钱 部分不要牵扯不清 否则的话很容易被抹黑或者是被攻击 一或是在钱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损失哦 这个是要当心的 以感情上来说呢 我倒觉得金牛座的心态是随缘不执着啦 对你来说你最近的感受性变了 比如说以前冷淡的 现在变得比较热情 以前热情的 现在变得有一点冷淡 所以自己心态上也开始有一种随缘的心 那么接下来就是开心最重要咯 对金牛而言知心与否 或者是能不能理解你想做什么 能不能给你支持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已婚者可能要迁就另一半哦 你的另一半可能是蛮有发展性的 最近很夯 所以你要多多配合 多多照顾他咯